根据德州大学一项研究发现 德州监狱内的新冠死亡病率 竟比美国其他监狱高出了35%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因分校的最新报告显示 德克萨斯州监狱中有超过23000例确诊的新冠病例 在德州的被监禁者确诊率 比全国监狱中的平均水平高出了40% 更严重的是该报告发现 该州有至少190名囚犯死于新冠有关疾病 也就是说德州监狱内的新冠死亡率 比美国其他监狱人口高了35% 作为监狱人口最多的德克萨斯州 监狱染疫和监狱死亡人数也极高不下 德州每10万个囚犯就有一人感染 这样的感染率居全美第二仅次于佛罗里达 大流行开始时 德州 密歇根州 新泽西州和俄亥俄州的监狱内 染疫和死亡人数都居高不下 当时每月死亡人数约为30至40人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他三个州迅速将囚犯死亡人数减少到每月约5个 截至夏季末 只剩德州仍然每个月都回报30多起 囚犯死亡案例 首席研究员米歇尔迪奇指出 新冠对我们州的监狱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我们不能只关注事件范围内的而已 这些数字中每一个都是失去的生命 他也认为德州政府并没有为解决这个问题 而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 感谢观看